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冰家尝试的旗艦版 回到Redga 生活台这一段节目 大家都知道 这个节目不单止我 今天Benson 也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做节目 大家好 我开季录播Benson 现在也算是看了几场球 如果加上热身赛的话 基本上我们也看了接近5场阿仙奴的比赛 先说吧 首两场球怎么看法 先说狼队那一场吧 该做的做到 不该做的都差不多 简单来说就是不上不下 有点压力在这里 另外比较惊喜的就是闪真高 打回正选的左杂 那一场的闪真高是 比我想象中好的 虽然都是被无数人指责 但我觉得这一场的表现是好的 严格上来说 那一场的站位 真的没有那么进攻中场 真的在这一场的站位里面包装 反而第一场我觉得是 比较失色的是Party 是 Party是很多 上落的转 转换比较差 好像被人局限了困窗里面 还有状态不好 其实有一刻我觉得他好像未伤完 不敢 他好像未走得出那个受伤那个 那个Mine Set 下下都好像就着就着 其实由贵前热身赛开始 你见到Party的状态 都是慢慢慢慢升上去 也都可能的嘛 你见到一样东西就是 在一个阵中里面 阵式的安排的走位上 始终你见到 就是中间的位置少了 个人踱上去 因为善真高没有在中场里面 导致了迪秦华斯 当他过分地在左手边 帮拖的情况之下 就令到那个位置 虽然他自己一夫当关 所以工作work load是大了的 还有好像当日 那天比赛的战术是有少少 跟之前的热身赛有少少不同了 还有我也都可能 深信是球员刚刚第一场未入局 所以个个都好像有一些 怎样赢我呢 拖泥带水不够爽 未走到full speed 刚刚那个引擎打 你见到帕迪去到60-70分钟 其实跌得很厉害 没错 另一个跌窩的球员 我觉得是加比尔 对啊 加比尔的问题不是在防务上面 在防务之后的串联上面 那个成功率是差了的 还有我觉得这些对手有少少 看穿了他那个弱点 是每一位 这两场可能刚好狼队和维拉 都是会有些人喜欢玩近身 是差点 Cooking pegar 所以是捱点 加比尔 ded 卡比尔 如果这是旦是 對比他的partner會相對大 而且他的決定始終都比較慢 有點猶豫 他不像沙烈巴,沙烈巴是一見到你過來 就馬上彈出來了 我們看了這麼多年阿仙奴 我跟EV都講過很多次 我說很討厭阿仙奴 尤其是雲嘉年代教出來的那批 很喜歡在後防和中場中間玩的 好像在玩球一樣 那個年代很多的塞波 都是因為後防兩個中堅和防守中場 傳來傳去 有長的不喜歡傳短的 傳短就很容易運到 或者是不拉去邊緣 你拉去邊緣 起碼在防務中間可以夾回來 夾手夾腳搞定 攻擊中場回到防守中場的位置 幫你補 但是沒有了這個情況 所以你看到第一場球的時間 第一個入球是非常漂亮的 就是在油爐裡打進去 夏佛斯就後上衝進來頂進去 沒錯 第二球就不用想了 基本上就是招牌動作 基本上 馬天尼斯準備接的時間多些 第二場你問我的情況 我自己覺得 Timber下來的左閘位置 穩定了後防 但是同時間在左路來講 馬天尼 馬天尼 後來就單打得夠很多 對不起 我就會覺得 Timber給我的感覺是 一 穩陣一點 第二就是 他比施貞高是靈動一點的 不會像斬撞高 像有時候 真的 好像坦撻一樣 停在這裡 要花一會才轉到 他可以很快地跟你回頭 追回 拍回拿球的球員 這個是之前施貞高 我們經常被人笑的 施貞高也是 跑了上去 但是 後面只有一個洞 後面只有一個洞 他肯追 但是差兩三個身位 吃層的感覺 兩三個身位 但是Timber 他認識一樣東西 就是他跟加比爾兩個 加比爾會拉到他的邊 Timber就把他拐進來的路線 對 所以 有驚喜的 今年我們才正式看天巴比賽 其實 雖然買了一整個 嚴格上來說 對 對 我們今季才開始看他 其實 有些驚喜給我 是 你問我 其實現在左閘在我心目中選擇 其實 富翁健陽和天巴 一定是派先的 閃爭高 對 沒錯 當然 現在情況未知 我祝福他 希望他先遠離傷環 對 這個一定是 但是 接下來轉回槍還有幾天 我們都不知道 什麼事發生 對 對 總括來說 頭兩場球 你問我 第二場球 維拉那場球 認真那句 如果沒有拉亞那兩下神救 阿聖盧會踢得極度被動 老實說 其實對維拉那場球 我覺得 阿士東維拉表演得好過阿聖盧很多 我個人的感覺 可能阿EV不認同 其實阿士東維拉給我的感覺就是 他有部分球員的個人能力很強 我知道我這樣說 有部署 對 還有 很明顯你看到 好像奧利屈堅斯那些 說過你 基本上三個人說過就過 其實你看到 整場球屈堅斯的踢法 是受罪於我們對中堅 但是留意 他27號那個中場球員 在中間真是推土機 因為後面只剩下柏迪 柏迪現在轉身慢了 沒錯 有幾下是敵不過他 敵球馬斯因為去了左八位置 不是對著他比較難搞 我不知道在場比賽有沒有留意到 其實有幾下在中場 就是維拉那邊的球員 過了Party 然後有另一位阿仙奴球員 過去過了 然後連沙烈巴也被他過了 所以我 我覺得維拉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的把握力不高 如果他有一個把握力高一點的前鋒 老實說 拉亞神救了幾次 不是應該這麼說 其實維拉整場球 創造出來的 就是猜拳給阿仙奴的壓力不大 是 但是那些快速反擊 一劏開你的中場 那些的突擊 如果前面屈堅絲的狀態好一點點 阿仙奴死了 我想兩至三次 對 是啊 但是阿仙奴最後也叫做 就是這樣 叫做 險過剃頭 叫做 滾了過去 叫做這樣滾了過去 那些入球 記不記得怎樣入球 首先就是換人 拖沙接在馬天莉莉 是啊 因為馬天莉莉其實表現OK的 但是就 實質作用表達不到出來 是啊 因為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阿仙奴這一場 在禁區裏面的賣門點不夠 是啊 老實說 拖沙一出來 左路是馬上關掉的 嗯 第一 本身拖沙的能力 第二 第二就是 當你打了整場 都是對著馬天莉莉的玩法 突然間轉了一個 不同風格的球員下來 維拉那邊是要適應的 因為一個在邊路上 一個走進禁區裏面 沒錯 那就看到兩件不同的事情 那當然啦 拖沙入那球 其實就 都有一些幸運成份 對方的球 自己彈到他的腳 是啊 就彈正過食虎位 是啊 這一球又燙得漂亮 又收死了阿馬天莉莉 這球阿馬天莉莉真是心放好福的 是啊 因為真的 一個拖沙進去 已經反應慢了 嗯 這一球沒有話可說 第二球 就是 這個 薩家仔 其實薩家仔 我覺得他那一刻 第二球 我講的 他一直拖著 在美儲那裡繞出來 他不敢給 中間搶點那個 中間搶點那個 其實當時最兇的一定是派對 我覺得他不太敢給派對 因為他知道 因為他知道 Party一定會 一定會 喪射 但是 大家都知道 Party的軟射是有的 近這一兩年 如果沒有傷的話 都偶有佳作 是啊 但是 他的 成功率就比較偏低 衝天射球的機會是更加大的 所以 其實我看他是 猶豫了一會 第二個選擇 是啊 你看到 中間那條線沒有了 他才最後選擇 給Party 我看見Party 是很有慾望射球的 這一場上半場 都做了兩轉 衝天射球 是啊 他那一刻 我是看著 Party 喂 這裡 這裡啊 沒有人的 反應我看到是這樣 OK 但是整體上來講 都叫做 又一場2比0 嗯 如果你計算 油獎盃那一場 其實阿仙龍已經連續 三場2比0 贏對手 嗯 但 可能我要求高 我始終都覺得是 欠了一些說服 沒有了霸氣 真的 那 季初沒有 正常的 季初都沒有一邊有的 對 還有嚴格上來講 現在是否叫做齊章的阿仙龍呢 又說不常 我又有些疑問 喂 現在我覺得 季前最霸氣的車路士 霸氣 5比2 大哥 狼隊啊 強勁對手啊 5比2 你整隊Squad 都夠打兩次聯賽 喂 老實講 我是看了其中一個入球 彭馬那球真的選得漂亮 嗯 高爾彭馬那球真的選得漂亮 就是 近年 我覺得車路士 入得最沒有錯的就是 高爾彭馬 這個 我想大家都不能否認 這件事情 是啊 是一個高質素的球員 但是 算了 不要說車仔那些 車仔留給師兄說 OK 星期五啊 一定 一定有精彩的分析 放心 多少講句 是啊 說回阿仙奴先吧 既然剛才說起未必Full Squad 我們都 最後這個階段 剩下幾天了 看看轉回市場 是啊 好 轉回市場方面 我們先來看看 一些隱瞞先吧 好嗎 好了 到目前為止 阿仙奴的交易 Liar 這是第一個簽約 是 亦都是意料之中的 小了這個 2700萬英鎊 對 嗯 你問我這個價錢呢 即是如果配合3200 呢 嗯 我都仍然覺得 略言貴了一些 影鎮那句 嘩 如果他可以維持到 這兩場的表現 OK的 是 即是你不要像上年貴 開頭那些 真的嚇到你 不是我真的害怕那些高球 嗯 其實他 他的高球 怎樣都好過藍絲道 不認為 一時時 不認同 我覺得他那種 出擊型的踢法呢 是異蠻比藍絲道 很多 嗯 那你 得一 得一很難想二 嗯 即是你要找一個 一又有二又有 這個球壇 真的很少 是 是 所以就 將就住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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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萬英鎊 那我先用了 然後呢 這一件我覺得 撿得挺好的 卡拉費用來的 那 3200萬 那 大約這個價錢 你們在聽節目 別說捉我 我聽過不同版本 我怎樣怎樣怎樣 因為大家都知道 轉換市場 無論過一天的匯率啊 又或者那些附加條款 那些很多版本 他沒有正式公布出來 我們都不知道是否真的 是 沒錯 所以 這一個 打得左閘 亦打得中堅的球員 上一場 有出來打這個 最後的十分鐘 地標戰 感覺如何 我才問你 我覺得他殺球不錯 嗯 就是他殺球的位置 殺得很準 他出擊型 他移回來中間 他不是用雙腳 他用雙腳 對 來頂下來的位置 其實都頗穩陣 頗準 還有他沒有 他有一種 怎麼說呢 之前阿仙奴球員缺乏 那種很狠的感覺 還有我喜歡他 那些人經常說 防守 最重要不是剷走你的球 最重要是延避到你的攻勢 嗯 其實在那十分鐘裏面 他是表現到這件事給我看 他讓我見到 他是 不斷地 阻斷了維拉的 邊路進集 邊路進集 還有他是 夠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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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頭去 拿頭去摻走一個球 還有 摻一些球出來 摻得準 摻得準 就是不要經常摻 摻到別人的腳 是 即是他做到這件事 嗯 還有他的鍵頭 我感覺到 他是 不怕跟你鬥崩 是 除非你遇上 巴哥這些 超人 這個世界上 球壇裡面 還有多少個巴哥 是 有些接近的 但是就 拜拜的了 都就你拜拜 對吧 你問我的 卡拉菲奧尼三千二 我覺得很划算 但是 一個犧牲品叫基維奧 其實基維奧 即是我們上 即是去年我們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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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 他跟法比奧的位置是一樣 嗯 都是一個試驗品 試一下行不行 行就用 不行就放出去 嗯 或者洞出去 對 現在看來 阿迪達 就不太想把它洞 那你始終都要有個後備 後備而言 以中堅來說 阿仙羅 其實又不是說 不夠人用 我們一會兒都會看到一張圖 OK 我們D 中 我們先飛一飛 飛去第七張圖 如果不可以 這張圖 其實現在就看到 現時阿仙羅的陣容 大概的情況是怎樣的 OK 如果你說看中堅位 OK 那就加比爾 踏薩列巴定正選 OK 嚴格上來說 Ben White 可以打到中堅位 右中堅位置 然後還有卡拉費奧尼 打到左中堅位置 另外 富安健陽和天巴 都可以打的 對 其實現在阿仙羅 最不缺的是中堅 如果你這樣計算的話 那基維奧 是不是真的有他的位置呢 這個我就會有疑問 Benson 第四 第四未必排到他 卡拉費奧尼 排第三是左邊的 某位置是第三排右邊的 或者這樣說 其實我們都說了 連上今季第三季 第二季 我們今季剛剛開始 第三季開始說 有幾個球聯 他基本上差不多接近 全近 我們其實一直都說 很擔心這幾個球聯 是會很容易受傷 尤其是今季 譬如 迪勤懷斯 譬如 不要說 帕迪 這個事情是十字軍 我們其實都很擔心 加比爾 和崩位置會受傷 最怕反而是一對中堅 對 因為這對中堅 無論是合拍程度 也好 或是狀態程度 也好 都是一個信心的保證 對 我個人覺得 加比爾受傷都還好 因為他那個 當沙裂巴在這裏 沙裂巴是最後的 會定很多 會定很多 但是 如果是沙裂巴受傷 問題就大很多了 我會覺得 添巴可以頂他的位置 如果計算類型來說 對 對 在屬性和穩陣性 但如果正常的 你一定是放分分位置 正常的 就移分分位置 然後摘位 你便放 添巴或者 富翁健 對 對 對 所以 我現在個人覺得 都很頭癢 即是 你現在基於我的位置 其實你放在這裏 第四 第五 隨時是第五 或者第六 是啊 即是 他作為一個 而且最慘的是 無論踢哪一個位置 都會前面有一堆人 坐著一二個位置 沒有標籤 所以很難說 他在哪一部分可以拿出來 你想想 如果左閘的 我們現在數下 添巴 富翁健陽 又可以 善陣高 卡拉菲奧尼 甚至乎 一個 出不出得成問題的 是泰亞尼 是啊 我們其實有時候 我們都很疑惑 究竟 他可以怎樣擺 所以你問我的機會 在我心目中 如果對球員好的話 我會擺走他 擺走他 擺走他去B1隊 我其實想擺去水晶宮 如果根據近日傳聞來說 因為水晶宮本身 已經沒有什麼中堅 安達神賣了去富咸 接下來 古希爾有機會轉回去劉卡索 沒有了 是啊 所以你問我在上陣機會來講 基維奧去水晶宮 可能會是一個我自己會比較喜歡的選擇 一個選擇 但是 不知道亞迪達怎麼想 可能在亞迪達的福稿裡面 可能天巴除了一個左後位的角色之外 他可能還有其他事情 嗯 所以我們 現在尤其是只看了兩場球 還有 剛剛的球員才叫做 剛剛開始埋班了 真的所謂的 會不會還有新人 你知道 可能有的 我亦都希望他有 是的 但是 暫時我們眼中看到的 應該後方就是這班 一定是這一堆 不要計龍門 不要計龍門 龍門有機會變 但是你中堅和左右後衛的擺法 都八九不離十 八九不離十 是的 來來去都是這班人轉來轉去 是啊 因為太多共通性 嗯 很模糊 現在阿仙奴最突出 亦都覺得最過癮的原因 就是 基本上很多球員 都可以踢一至兩個的位置 現在的情況 就好像 好似萬城 比萬城更機動 萬城機動的位置 就是機動在前場 嗯 阿仙奴機動的位置 就在後場 是的 所以就很 有人一邊 你就這樣看去 譬如我們以行數來說 你數到第四行 打橫 全部這些名字 都可以擺正選 是的 即是 我當作 庫安健藥異商 現在就 可能真的擺後備 會更安全 是的 但在人數上面 或是質量上面 就完全足夠 對 其實老實說 現在 叫做 不要算機為傲 甚至乎 提亞利 其實這幾個人名 都可以足以在 其他的一隊 一隊成 即是叫做正選出陣的成員 絕對是 即是 雖然我們經常說到 閃爭高 你被人罵 閃爭高 但閃爭高本身 不應該踢這個位 其實他的位 應該是 我寧願要推上去踢Party的位 是 他應該是 可能會好些 他應該是 踢迪琴懷斯的位 是 嚴格上來說是這樣的 不過這些 我們稍後 都會說到 所以暫時 我們都覺得 在後防 例如卡拉法 我們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然後 回到版本 另外 昨晚就官宣了 第幾版 第2版 美連路 3千萬英鎊 值不值得 你覺得 28歲西班牙各腳 得分一年合約 那個煙幕做得很好 我只會說 你指市北文敵 是的 我估計 阿仙奴真的對蘇比文敵有興趣 是 5千萬英鎊 是的 他真的有打算買 但是奈何 是 多間球會想叫他 都是 不想離開 一生看王家蘇斯達發展 是 或者是 可能覺得自己未夠了 嗯 是的 就撿到他旁邊那位 嗯 那 我沒有正式看過他的表現 但是 根據看過有限的球王片 他應該會比PARTY健康得多 嗯 OK 你覺得他是代PARTY的 我覺得是的 但在一張圖裡 我就不會這樣認為 我們看看 Maii那張圖 Maii這一張圖 沒錯 有些數據統計的圖表 就表示 其實他的位置 和34是極度接近的 嗯 34 阿仙奴是一個什麼位置呢 是一個左8的位置 即是現在迪勤懷斯的位置 沒錯 所以我會嚴重懷疑 就是 柏迪的位置 將會由迪勤懷斯去 對 即是迪勤懷斯 坐在房中位 是的 然後 美連勞 就將他乘計 34這個位置 好了 講回剛才那個的設入點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以2300萬 將 薩卡 賣了去利華股信 買的時間 其實薩卡都30多了 OK 然後我們再用 3000萬英鎊 買一個同類型 同位的球員回來 大家覺得靜不靜 嗯 留意美連勞 有沒有一個 的 軟射呢 我不知道 OK 老實說 我深信 不是這麼多人看過 王家蘇斯達的比賽 嗯 我沒有 我自問就 但是 嗯 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 迪勤懷斯 左白都不差 絕對不差 是的 但是 始終我覺得 阿迪達可能想到 正式要買一個防中位 真的比較難 所以可能他也要委屈 阿迪卡 才下一個防中位 其實又算不算委屈呢 Benson 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的 嗯 現在你說純防中的 我們看回那一張圖 第七張 認真那句 因為 現在踢到防中的 有三個人 一個叫 Thomas Partey 一個叫 Holding Midfield 的佐真龍 也叫他做 掃蕩的 不厲害 一個就是全能的 敵勤懷斯 嗯 好 現在一個問題的就是 如果 阿仙奴 接下來 美連勞 我們將他的定位 就是剛才那張Hit Map 是這麼像一個34 我們都知道 如果將34 放在防中位 會死的嘛 是啊 OK 那就是說 其實現在阿仙奴 就要在6號位 看看有什麼人選 其實只有一個選擇 為什麼只有一個選擇 為什麼只有一個選擇 就是我意思 如果你說 如果你說 放了美連勞出來 那你怕放敵勤懷斯 在6號位 那 拍敵不行嗎 拍敵 只是一格 不就等他們兩個 輪著玩 是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 又不是說 就是 之前的人說 買了美連勞 是不是可以放拍敵 我說不行 嗯 因為美連勞買回來的 他不是屬於一個 迪勤懷斯型的球員 他不是一個6加8 迪勤懷斯一個6加8 所以你將他點安放都可以 嗯 但是如果買了美連勞回來 那阿仙奴 在6號位 就有輪換的空間了 又或者這麼說 8號位 不用這麼投行 8號位 又直接不用投行 因為 你看到張圖 起碼我們有三個選擇 迪勤懷斯 美連勞 李威斯基尼 都可以踢 當然李威斯基尼 你可以說 太長遠了 又會不會是 不切實際的選擇 我告訴大家 未必 今年可能會用多了 因為今年的 比賽場次會有 尤其是聯賽杯 竹種杯 那些位置 你不可以排除 阿迪達會動用 這個球員的可能性 現在就 師傅二代 現在說真的 你見他在 季前二新賽 甚至乎 在青年軍的比賽 踢一個的左閘位置 其實他表現得很好 嗯 還有一會兒我們都會 講到一個 topic 阿迪達在上一次 賽前記者會裡面 講了一番說話 是令到大家 都有點驚訝的 是 所以那句話 其實會不會代表 一個八號位置 還有很多可能性呢 所以這一個 一會兒都值得繼續討論 但是你問我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就是 買尾連奧回來 是一個很經濟實惠的選擇 他首先不會說 怎樣影響到球隊的結構 是 其次他有英超的經驗 是 他踢過柳卡索 沒錯 然後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 亞迪達 西班牙人方面 他覺得 溝通的能力好 他那段片 都好像有說過 即是 他在跟醫室 剛剛歡迎他的時候 好像也有說過 是 沒錯 所以你問我 美連奧融入的問題 我就不會太過擔心 但是 在使用方法上面 我很希望 他做到 以往34 那種的功用 是 總好過現在浪費了 又不是叫浪費的 叫做 叫做 迪勤華斯比較 再 我們信任 那一把 拿走了 因為 我們 當初 迪勤華斯來到 我們最信任 他是防守 但是由於 Party出來的情況之下 將迪勤華斯 放在左白裡面 釋放了他進攻的能力 大家覺得 咦 迪勤華斯 左白可能好過 綠仔 但是 阿仙奴現在的問題 大家知道 骨幹最重要是 綠仔的穩定性 而 帕迪這幾場球 告訴大家 他開始問了 他的穩定性 是一個很大的 問題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大家留意 那個球員 無論帕迪和左真奴 都只剩下一年的合約 所以你問我 如果在這兩個球員 一年之後 離開的情況之下 迪勤華斯 未來很大機會 一定要回到六號位 裡面 坐陣的情況之下 你這個階段 買了美年牢回來 你現在 四加一的合約 至少我們還有他 兩年 兩至三年 叫做 當打的時期 對 可以在左白裡面 幫到手 所以這一個 都是一個 不錯的策例 我自己覺得 可能變了 下季 真的又要買多個房中 要的 或者 甚至乎 貴中都已經買了 絕對要 因為 都是那句 Lewis Keighley 不是大家想像之中的 純防守中場 他也是一個 善於串連的能手 他也是踢白很多的 沒錯 他也是踢白很多的 所以你問我 在防中的層面上面 阿仙奴都是要 不斷地尋找 所以每一年 你見到我們轉會槍的重心 我們都不斷地強調 買防中 我們說了三四年 都是說防中 是啊 但是 可以買的都不夠 是買的都不夠 你見到 你見到萬聯 現在也是 萬聯都有一個防中 你不斷找的 麥康文尼 卡斯米露 出了賣露 出了賣露 現在還要買多個 Woodoo 機 對 車仔 你想想 卡斯道不夠 要買Lipay 然後 然後 本身現在用了N數 都是覺得不夠 還要買 萬聖 你看看有沒有 洛迪差多遠 對 現在還沒有人 取代到洛迪 所以其實有些人 之前說 巴塞隆那段時 打的Ticket Tucker 會覺得很成功 就是他們沒有了防中 都可以打得到 但是其實 他們只不過是 將那個防守 用大量的體力 換那個 控球時間 對 因為那時候 他有巴斯基斯 他有最健身的巴斯基斯 但是現在沒有 所以其實這個世界上 防守中場 即是六號位 其實都是 現今球壇 一定要穩定的 很重要的位置 你看利物浦 利物浦中間 為什麼之前那兩季斷橋 中間斷橋 我們說過很多次了 沒有了文尼 沒有了第一點的防務 然後 就把壓力 放在中場裡面 中場又不夠力 利物浦要找到 張伯倫去打 防守中場 但是張伯倫 原本是踢筆的 打藥的 就是這樣 所以你問我 阿仙奴未來的 競軍策略 繼續在防中裡面 我覺得 一定要繼續落藥 其實說真的 阿仙奴歷年來 都是防守中場 最重要的 由魂家開始 韋拉 基伯徒斯華 發明利 然後 最差的 就是丹利陣 對不對 是 然後 然後到桑治 高基年 高基年 然後找到一個 叫 1加1等於1.5的 瓦迪達加卡蘇娜的方案 是 然後 然後 最有趣的 就是都搞不定了 要找發明利回來 是的 所以 就 那 我這麼說 魂家最後那兩年 最差的 就是防守中場 最差 最沒有成績 就是防守中場 廢了武功 呃 魂芳是否說 薩拉爺瘋都不行 我告訴你 這個球員 很容易傷 上年 在何月 如果你有聽租借報告的 其實你知道 他傷了大半季 嗯 到最後才出來 和他打那個位 都不是六號位 他都是一個八號位 其實現在 反而 整個球壇上 你要認真說 是 踢六號位 是越來越少 所以 為什麼史巴文迪 這麼搶手 是啊 某程度 我覺得現在 史巴文迪 和王家蘇斯達 續約 其實是想 叫做 留多年 等自己的微星再大些 可以選擇他更大 也都某程度上 我覺得D中那隊 撿到一件好東西 科芬娜 哦 科芬娜 今年新簽那個 2500萬英鎊 發甲過去 發甲過去 發甲那個 阿神經常都說 找房中的 幼苗最好在哪裡找 發甲 又便宜又低 又硬 又硬 所以就 現在阿仙奴真的很少在法國 找房中 很少 因為球探網絡 現在比較西巴牙偏系 還有這裏的 葡羽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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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要留意 這一個方向 整體來說 暫時 現在我們就簽了這三件 這三件 你問我整體上的評分 都尚且滿意 你見到我下面有一顆星 就打了Larreni 的名字 即是第二張圖 Larreni 都可以說是 今年一個重要的提升 我依然堅持著一點 就是 之前續約的問題 我覺得他不夠忠心 我依然堅持著這一點 但是 也是那句 現在叫做續約 球會決定在九月和他 談一張合約 球員亦都 開始信任球會 對他的發展藍圖 我就會開始慢慢 對這個球員有一點信任 因為之前也是那句 跳草群舞跳得太厲害了 到最後那一刻 再拒絕萬成的提升 在阿仙羅裡面 我依然這方面 我有一點點解體 當然有很多廠 有馬差我 但是我依然堅持著這一點 不好意思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是 早已決定在這個地方 陸地生根 你不需要考慮這麼多事情 第一個給你的第一提升 你已經解決了 或是這麼說 你好像Marty Obi 一見到好的 立即去掉 那沒辦法 是 還有 始終青年關 說真的 你一季好表現 不代表你接下來會有好表現 很多都去到說 那些 未來 那些未來之星 好像當年 我經常說 阿里阿迪比 青震的時候 踢到跳飛 上到一隊點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好 那麽 Vaneri 升到上到來 有什麽作用呢 第一 先我們 叫做 下一版 或者再過兩版 我們都會提及到一些東西 有些球員離開了 所以他一定有他的位置存在 第二 就是本身他踢過一個多樣性 真的可以完美地取締到他 第三個國籍也是 所以無論是 報名 位置之類 我覺得未來這一季 Raneri 在一線隊裡面 會立足到幾個季 我覺得 會有些機會 給他出到 會有些機會 即是 祝重杯 或者 祝協 是不是 祝協 聯賽 聯賽杯 講錯了 聯賽杯 我覺得這些 阿迪特 應該今季 他會將 這兩個 比賽 給一些不是經常出來 踢的球員 會有得出來 但那個 質素的分野 就會比起之前幾年的 那幾年的gap 更細了 因為你會見到 無論是耶穌 然後 左邊的拓沙 這些球員 都需要一些 穩定的發揮機會 以前的防衆 可能是一個青年軍 現在的防衆 你想想 排到第三、第四 左真路 可能已經去到 這個級數的球員 所以 都會 對一些的杯賽 例如第一、第二回合 我的期望會比較大 我覺得 應該祝重杯 和聯賽杯 初期的比賽 應該都是下個月 或者再下個月 今晚就抽籤 聯賽杯 正常 應該就是下個月的事 我認為 他應該會 給美連奴 新加盟球員 多一點上陣的時間 讓他和大家 都多一點聯動 架化默契 老實說 就算 卡拉菲奧利 卡拉菲奧利 那麼早 但是 其實 更粗的可能 都不夠半個月 那究竟 他和現在 隊伍 有幾個 默契又怎樣 我們 不可以寄望 個個個 好像卡叔 一進來 都不用想 嫌得上面來說 Timba也是 是 他訓練了多少場 老實說 只不過 Timba 他在球會 他參與的戰略會議 可能會多過其他很多 是的 而且他應該在現場 會看到很多 他應該都會留意到 老實說 他給我的感覺 正式 叫做 踢了幾場 他給我的感覺 他和大家 一夾 已經是純熟了 是的 所以都會安心 他在這裏 尤其是 他替代 閃珍高出來 那一刻 是令人 舒服一點 舒服一點的 我們再看看 賣人方面 賣人方面 我們就賣走了 肉仔 這個 心痛 可惜 但你亦都見到 肉仔過渡庫 是否懂得用 馬上吃肥 吃肥 解放到這件事 只可以說 那個 製餘 戰術 最需要你那時 是你受傷 嗯 你好出來那時 那戰術都會轉 沒錯 所以就 3500萬英鎊 賣走了 另外 之前我們都說了很久 Charles Pantino 我猜不到 買這麼低價 100萬英鎊 但是 二次轉會難 很難 50% 聽說 如果他在那邊 賣到1000萬 我們拿500 是啊 是啊 很難 我都覺得 很難 我也都沒有想過對方限制 那拉科路尼亞 只有一個西月的球會 你不要小看拉科路尼亞 當年西減都很厲害 當年 當年 是啊 你想想 這個 盧卡蕭·佩雷斯 要自己買一張合約回去救忙 幫他打到上來西月 算厲害了 所以 你問我的Charles Pantino 以他的踢法來說 在西班牙來說 我看好的 他適合的是西班牙 反而他去英超 在英超 他可能會在那邊 育城成為一個 類近美連奴方面的球員 嗯 他會是 但阿仙奴沒有這樣的空間 和土壤的孕育 說他日後 可能在那邊發展 某個階段 可能我們買回去 是的 但是 當然 暫時消息裡面 就沒有說優先賣購款的 是的 暫時現在買了這兩個 但是 有新聞說離基地壓 很大機會去水晶工 是的 那裏就有三千 不是說看檢驗 哦 是看測 我們都說得保守一點 是嗎 是 這個世界一日未官宣 一日都不可以說什麼 你不要像其他球會那樣 明明達成了協議 然後在官方網上 放了一張照片出來 都說看檢驗 說艾朗藍絲加盟 然後轉第二天就來了阿仙奴 你不可以犯了這些漏集的 不是 我不要說以前 衣櫃也是 有一隊都說已經達成了協議 但是看不到 那就是 所以我們這些說得很保守的 一日官方網未出新聞 我們一日都不相信 是 是的 所以離基地壓那邊 我都想不到放到這個價錢 如果真的的話 跟我心目中說的一樣 我跟你說這個 是的 我跟你說三千的 你那時候說這個不值 不值 說真的馬賽二千三個 就肯放的了 不是 我們這樣說的 我一直都說 如果有人三千 你就會丟 然後你又說 蛤 我二千多而已 就是這樣 我們當時的那句說話是 是啊 我真的覺得二千多而已 要放 是啊 但都想不到 你也想不到 接下來都希望離基地壓 過度順風順水 好了 然後自由生的 都走了兩件 艾蘭利和蘇瓦利斯 這兩個大家都一早知道 有共識的 但是我們都在這裡 循例和大家 所掃的 這樣 好了 至於租借的球員方面 那麼 你問我呢 今年在租借上面 有很大的進步 我覺得 算成功 算成功的 是的 先說頭兩個個個案 一個盧剛加 一個泰華利斯 盧剛媽 大家都知道我們用不著的 亦都不會用 亦都不會用 一個呢 就有個優先購買條款 一個呢 就有個強制買斷條款 那我就覺得非常之划算的 強制買斷條款 泰華利斯 總算 會做一點 帳面上面虧少少 但是阿仙奴呢 開始聰明了 起碼空回我生存空間 空回生存空間之餘呢 二次轉換條款都差不多 25% 都幾辣的 都辣的 好了 盧剛嘉 優先購買條款 所以 未必一定賣得出 但是 起碼省了這一年人工 好了 然後 靠軒 仙族 後外借 借他那隊 華力簡老 一定有正選位 最近兩場比賽 也有正選上陣次數 所以我覺得非常之好 亦都配得起 愛沙尼亞國家隊 正選龍門的身份 好了 Jack Harry Francis 又是借得好的 我覺得 怎樣借得好法呢 這個呢 在UT隊來說 其實他根本上 是永恆的正選 以他的質素來說 永恆正選 以他的質素來說 絕對是 但奈何 你都知道 UT隊的競爭能力 非常非常之複雜 突然間有些U16 抽上來U1都敢死 所以基本上 如果一個球員 要尋求更加好的發展 我借出來是一流的 但這些球員 你將他借去鷹甲 鷹越那些 又可能會浸尋他的 因為那些球員 就不是打一些 組織性 攻擊中場 那些的足球 還有鷹甲 那堆球隊 很奇怪 他們當鷹超借球員下來 他們很流行 是用你幾場 表而好 用頭的半季 對 後半季就擺到你動 冰到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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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丟給你 然後壞 沒錯 所以你問我Jerard Francis 借到外爾蘭 他自己國家的球會 來講 就一定適合 而且你也預計了 這個球員 未必會打得上一隊 所以你借到這些球隊 拿到一個牌頭 拿到一個名字 然後將他再放在 一定有數 或者甚至乎華力賈奴 那些真的覺得適合的 就自己頂了 他又不是借華力賈奴 那不是借哪隊 他借了愛爾蘭的球隊 愛爾蘭那隊 甚至乎 到時可能蘇格蘭的球隊 看得起 近英倫三道的球會 然後到馬坤奴斯 借回去富明尼斯 一早登了丟 又踢了半季 就不太多說了 Sago Junior 又是聰明的 只剩一連合約 跟他逐一張合約 再借到英甲梳士背離 那 你問我的 起碼不像一線對端 先把他放回左邊 這個很重要 還有現在 在杯賽中 都算有正選的位置 所以你問我 算是這樣的 這件事 你問我 他想一線隊的機會 大不大 不大 但是你問我 都叫了一個 正確的處理手法 這樣說真的 即是給條路 就去走 對 好了 至於這個走 我就覺得很合理 但是很突然 又不突然 我覺得發給一個位子拉 發給一個位子拉 其實我們預料他 要不就賣走 要不就借走 為什麼呢 因為正如我們之前說 他根本就沒有位子上 上陣時間是沒有的 是 尤其是 他來了 都叫做第二季 他的進步真的很有限 真的給不到所謂的信心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內部有替代者 替代者是誰 替代者是誰 原本我們以為 他和路仔二選一流 嗯 兩個都不要 為什麼 Wanary Wanary Wanary本身 他打 攻擊中場出身 簡單來說 他可以做到奧迪加特的後備 同時間他也是一個邊路的進集者 所以他可以打到一個 法比奧韋拉之前打開的左中場 或者右中場 甚至乎 右翼契堡都沒有問題 所以為什麼剛才會這麼看好 Wanary 在這一季 有一個發展的機會呢 因為他在前場進攻的多面手 的位置 是那個特性 都幾彌補到 路仔和法比奧韋拉的情況 所以你也明白到 阿星奴為什麼會願意把 法比奧韋拉租借出 而且老實說 我真的沒什麼機會給他上 他出來的時間 大部分都是我們所謂的垃圾時間 嗯 所以他留在這裏 只會更加局限 到他接下來的發展 唉呀 麻煩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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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在那裏 我們漏了一個 是呀 這個都買了400萬英鎊 對呀 我為什麼漏了這個 麻煩你了 這一個都是賣得很好 我覺得 都是一線隊不適合的 賣 賣 賣去一間有歐聯的球會 還有買這一個價錢來講 我覺得 不錯的了 說真的 算是這樣 算了 謝謝貴方阿米 謝謝 好了 講完這個買人 這個租借市場 暫時來說都滿意 然後到一些特別的收入 這些阿西奴的特別收入 都可以說非常非常之多 例如呢 以下就是一些 原來Lano那張轉換條款 不是收一次錢的 原來富銜連續幾年戶級 每一年都問他收錢的 每一年 戶級成功是有錢收的 對 這個是加盟時間的條約 就有200萬英鎊一年 即他一直留在英銷都會有 是今年最後了 喔 今年最後了 即是穩定到 是的 所以今年賺了這200萬英鎊 Nano那單交易斷了 好過沒有 好 然後跟導師 馬賽轉換拉數 二次轉換條款 15% 嗯 麥堅尼斯 這個大家可能不多熟了 聽都沒聽過 早前一兩季 阿仙奴的中堅來的 是 U18的時間 跳了一槽 過了這個 忘記了哪一隊 好像是卡迪夫城 OK 好了 然後卡迪夫城打氣了 今年轉去盧頓 咦 回到這個 英冠 嗯 英冠回英冠 結果原來他轉換 阿仙奴有一條 又是接近50%的二次轉換條約 這麼狼呢 是的 好了 Hitchison 車路士那個轉換換免費的 我們多倉 對 然後葉遮瑞智 50%轉換換費 全民 全民 那裏可能有1,100% 都是辣到爆炸 辣到爆炸 好了 接著 Chitto-Martinobi 杜貝利 和特斯 三個今年走的清分賠償金 會有清分賠償金 根據以往的案例 每一個至少有50萬英鎊的轉換費 即是加起來 至少收150萬 好了 最後這個 Herry Kallett 葉氏域志 不好意思 當初我們賣給你的時間 原來有一條條款 原來葉氏域志 升班 我們又有錢收 又有200萬英鎊收 所以你計算 收拾這些錢 隨時今年 阿仙奴在一個特別的營收轉換市場裏 是接近收了2700萬英鎊左右 差不多等同一個球 差不多 所以你還沒計算 剛才租借球員的租借費用 是 所以你問我 阿仙奴在賣人的市場裏 有些人說 阿仙奴是不是真的這麼差呢 我跟你說 有些東西復筆了幾年 今年才是正式的收成期 話說這樣說 我們由這個節目一開始 阿神第一集來 跟我們談的時候 就說阿仙奴把花子弄得不漂亮 阿仙奴是一間羅湖城 對 張花子是一個膠袋 現在張花子就開始真是英俊了 對 還有那句 浸了一兩年之後 原來那時候已經埋下了一些伏線 沒錯 所以現在這個節目 在這個台台都兩三年了 由我出市開始做 好了 現在見不到對方的一些修成的人 清分是不是真的走路 那些人說清分大千勢 是 今年你見到阿仙奴把幾個一線隊裡的清分買走 但是同時間 是不是沒有一些新的清分上來呢 不是 你見到阿仙奴和Skili 你見到Faternary和Skili是上來的 還有我們充分地運用到這些清廉軍的資源 是套到演 之前那幾年我們清廉軍是怎樣的 十萬八萬賣出去 自由新轉會 英管英格非職業聯賽球會見 是很可憐的 但現在你看到剛才阿Benson都說了 二次轉會條款這麼辣 50 最低的都去到15 對阿 現在開始在這一方面 懂得收拾錢 很重要 而且現在經濟學來講 在市場裏面 沒有一間球會願意 扔一個大的價錢出來買人 但是呢 先在未來錢 賣卡一樣 對阿 之後將它賣出去的時候 你就分多些錢給你 這些市場策略 才能掌握到 或者這樣說 大家都不斷在笑阿仙奴 賣Pantino 這麼便宜的價錢 賣給拉科羅尼亞 但是大家不要想過 如果Pantino在拉科羅尼亞 真的成功 給一間大會看中 他一賣出去 就不是這個價錢了 你不要說大會 例如打西月 打得好地地 升不高班 但是西甲星班球會想賣 無緣無故400萬英國 賣去阿仙奴收你50% 那裏也有200 又或者這樣說 甚至乎有些常駐西甲的 例如 講黃蘇 筆耳包 那些 如果看中了它 我便有錢收了 沒錯 所以基本上 這條數就這樣計算了 好了 講完這些數據之後 來個展望 好 現在的風向 剩下幾天 三號門將和二號門將 繼續在尋找 在發酵 因為藍絲道的情況不知道 巨民修行頓那邊有些進展 我們明天早上的轉會槍 再跟大家跟進 三號門將方面 剛剛傳了個 一部韋根二十二歲的門將 對 這個今天是新傳出來的 看來大家對Satford 的信任 又不是十足 今天我們已經買了Satford 回來的 但是官方網到現在 目前還未更新 它是三號門將 那會不會真的再買多一個門將呢 Setford 現在給我的感覺 跟當日的 哪一個 美國的 Tuner Tuner 有點像 感覺 當然不知道 所以 Acero 接下來 還有機會 這幾天買多個門將 好了 至於大家期待 易峰或中鋒 怎樣看法 中鋒 我覺得機會少些 因為 市場上真的沒有什麼 可以讓你選擇 沒什麼好貨 老實說 人們又說艾雲東尼 東尼今天全車路士說接黑了 老實說艾雲東尼是否適合阿斯陸用呢 我真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很大的問號 因為我個人覺得他不適合阿斯陸用 甚至乎我有一個想法 我寧願艾雲東尼也不想要他 這麼極端 你需要一個人狗衝撞 艾雲東尼的確是做到這件事 老實說 你其他的前鋒 難道你又想翻炒華侯衛 我也不介意 如果艾雲東尼 但他現在不會來 那你在市場上 現在真的上得名號的 德奧士文一個 但誰人都知道 那波利就開天殺價落地還錢 又貴又異商 8千萬 還要有人爭 還要來到英超 會否適應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剛剛傳聞的達雲口尼斯 你走得這麼快 這個位置 是啊 不好意思 這個反應真的一樣 和剛剛我剩下的聲音 靜下來 我們先不要說可能性 就是講這個球員的屬性 不是不能用的 但是 好像總是差點東西 我會放一個疑問點 就是 究竟阿迪達有沒有那本說明書 你問我一個名牌球隊裡面 執拾這些 接近被遺棄的球員 來說 他是幾符合阿仙奴杯賊 中鋒的嘛 老實說 如果你執拾這個 你執拾史達林就不好了 為什麼呢 為什麼史達林會比達雲口尼斯 這個我有點不明白 比Benson 起碼阿迪達用過適用的嘛 我不是這樣看 我自己覺得 我會喜歡達雲口尼斯 多於史達林 當然啦 我個人都喜歡達雲口尼斯 多於史達林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 我想不到可以怎麼用 達雲口尼斯 是啊 最後80分鐘 找他出來交定 對啊 我是這樣想的啦 高樂智那樣用 老實說 他又不像當年 基奧特那樣 腳又可以 頭又可以 彈彈波又可以 力氣又可以 型到爆又可以 他又真的做不到 他真的做不到 但是我也是那句 夏佛斯當天車路士都是這樣 都是經歷了那段失誤的時間 過到來給阿迪達撿 但是我個人覺得 車路士那些球員 是養尊儲優的 有機會撤得著的 但是在利物浦那群球員 就是比高普 真的 踩到寶踩到盡 不是的 達雲口尼斯 他不是用很多 嗯 他不是用很多 基本上 老實說 你說 是不是真的用不到 對球員的風格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嗯 這個也是一個疑問 如果他來到阿仙奴的話 當然 最新的傳聞就說 達雲口尼斯的機會 不是太大 就是一個吹水的方向 你問我的 逆風來說 是傳聞阿仙奴要找一件的 但是 都是那句 在質素上 或價錢上 會有一個考慮的問題 因為都是那句 現在要找的一個沙卡仔的替譜 是有些難度的 是有些難度的 你又不能太過競爭到沙卡仔的位置 亦都說真的 在現金市場比沙卡仔更加出色的易峰 沒有什麼 有的 沒有什麼 你在最後這一個時期 你買到的話 你很厲害 你說有沒有 有的 同等級有的 就說沒有什麼 所以這個市場裡面沒有什麼 沒有貨 你說跟A.C.Mina買Leal A.C.Mina說放不放給你 不放 不放 因為你給1億6 但是又會不會用1億6去買 不會 所以基本上是難的這一點 所以你說易峰和中峰 我們都是抱著一個期待 或者期望 但實際上來講 在內部來講 給一些機會Venari 在易峰上面 我覺得 因為易峰其實進攻中場 或者易峰的替譜 他有能力 他有能力 你之前傳阿鹿文 我真的嚇倒了 我真的被他嚇倒了 我真的被他嚇倒了 我這個也傳得到出來 是 傳阿鹿文 就是這樣 至於中峰來講 正如剛才所說 沒有什麼貨 我也想不到有誰對 今年我們傳來傳去 都是基歐基里斯 奧士文 Sexy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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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 所以這個都會是其中一個 最後這幾天 看看究竟衝成怎樣 你問我的 我寧願等Sexy Go 即是食谷不過來 等他肯過來才說 等他肯轉會才說 等他肯轉會才說 下年才算 至於賣人方面 下面的問號 看看尼基維奧 南斯道 尼爾遜 尼爾遜 尼基迪雅 但是有很多個都應該未必會走到 例如剛才說過 基維奧未必搞得到 南斯道就看看修咸頓的談判進度 尼爾遜 尼爾遜看一看副咸的進度是怎樣 尼基迪雅就已經進行水晶工的看策 好 講完這一版之後 基本上 這一集 剩下 兩個題目 現在 我想休息一下 給我三分鐘 休息一下 等我喝一口水做小事 三分鐘後回來 第二節 有兩個值得討論的題目 和大家嚴重下去 REDKA生活台的觀眾網友 你好 我是阿芬 REDKA生活台 已經推出了YouTube會員 港幣40元 普通會員 港幣80元 可以做超級實驗員 每星期專享獨家影片 還有優先下載的內容 幕後花水 還有一些懷舊的伏刻節目 支持REDKA生活台繼續營運 創作更加多的節目內容 馬上加入 REDKA生活台的YouTube會員 多謝支持 題目